大家好,今天分享Analama 8,我们第二期这个大系列黑金系列的下期六款产品 这一期产品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配色,我就非常想采用黑金这个颜色 因为年底的话,可能社交的场合,跟朋友吃饭或者一些party的场合 我自己最简单无脑的选择就是小黑裙或者黑色系的一些单品 无论你什么年龄,什么气质,这种黑金配色的宝石都会自带高贵和优雅的属性 无论在白天或者夜晚,在灯光和日光不同的照射下 这个天然的宝石它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 所以年底我很喜欢黑金的单品,搭配一些小黑裙就可以十年二十年一直使用下去 这期的食材主要选自巴西的黄水晶,印度的黑色尖金石,黑玛瑙,以及黄色的欧帛 一年下来也预示着明年守护大家的财力,守护大家的正能量 我也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宝石带来的意义 这期产品我们增加了几款耳环的设计 上期为大家介绍了两款 然后下期我介绍的这两款都是以圆环这个形状 因为这个形状会显得脸视觉上比例比较小 年底社交场合我们希望带一些稍微有存在感一点 但是这个黑色又比较低调 所以不会显得过分的浮夸 现在我耳朵上这一对黄水晶和黑色尖金石的圆圈圈耳环 像一朵太阳花一样 耳环的下端是几颗黄水晶 上面是黑色的尖金石这样围绕形成 同系列我们还出了黑色尖金石和巴西黄水晶的这个手链 而且用14KFU的这种厚包晶呢 是不会掉色的 然后大家看它会非常的bling bling 就是华贵上又有一丝神秘感 另外我们这一期新品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手镯 手链型手镯 中间是几颗刻面比较大一点的黄水晶 边上是黑色尖金石 那大家看戴上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个人非常喜欢手镯 但是大家知道除了预手镯 很少有jamstone做成手镯 这个是因为原料的限制 那一般的手链它的体量感不是很够 我喜欢大型一点的 那这个就满足我的要求 它远处看也有非常有观赏性 它很有大体量 很有存在感 但是它又有手链的这种精致的感觉 我们是采用有造型感 有硬度的这个金线穿制而成 所以可以根据你的手臂大小微调它的宽度 如果你想用它这个手镯就是size大一点 你可以把它捏一下 这样的话它就会变长一点 空间比较大 但你看上面这个手腕比较细 你想要稍微合适一点呢 就把这两边拨开 那它就可以很好的固定在这个手上 另外这个两边的圈圈的设计也是我们 Enalama 8这个主要的意向 也是我们品牌非常独特的原创设计 所以这条原创设计手链是我个人非常引以为好的 大家在其他地方应该是看不到 它这个佩戴上的效果也是非常棒 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个年底的这个主题 我现在带着这条choker在上一期那个护肤视频里 搭配的是一件灰色的帽衫毛衣 是一个休闲日常的穿搭 大家看效果也很好 所以这个黑色的choker是比较短的练型设计 就是为了年底大家穿一些裙子 稍微露出颈部的时候它可以围绕在这里 另外日常穿搭上因为穿的会比较简单 像T恤啊毛衣啊这种 那你搭配一个这种黑色的choker 在颜色上又不会过于的突兀 还是整体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感觉 那前面的扣子这里采用的是纯14k gold 像金珠子啊都是14k纯金的 就不会掉色 一边穿的是黄色的欧帛 间隔着搞马脑 另一边就是黑色搞马脑 所以也是很多细节在里面 并不是无聊的重复 那中间的两个环环 大家从远处看像是没有连接上一样 所以它在设计的造型和意象上 也是符合我们品牌Anna Lama 8 中文叫日行计就这样一个天文现象 就是太阳的轨迹 这种躺倒的疤的形状也象征着无限可能 这条choker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年龄的原因 另外我对这个首饰的诉求就是一定要让人看得见 所以我其实本身是很喜欢大体量的一些饰品 特别这种串珠饰品 它的大体量能够更体现出天然食材的美 在背后它的延长链顶端 我们也做了一些细节的处理 会坠着一颗宝石 当年底你穿像我这样的比较露肤的party的一些裙子的时候 还是细节都满满 这个choker是我在这个系列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条 比如说黑色的单品 你看我今天就是全黑 但像材质不一样 细节上的处理不一样 包括项链 整体放在一起也是很有搭配的感觉 并不是一味的黑色的安全牌 像年底我们社交的时候会冷 我就喜欢用像这种黑色的皮肩 但是你看它是黑色中带一些银色的闪光 然后配合这种黑色的项链 然后有一点点金色的点缀 这条choker它设计乍一看是比较简单 它就比较百搭 我发现它搭那个小皮衣也会非常好看 就是会有一种酷萨之感 所以它既可以非常优雅 女人又可以很随性前卫 是一个就是年龄跨度啊 包括气质跨度上很宽的一个单品 就是我最最喜欢的 这系列下一条项链 这是一个新品的造型 它前面是用纯手工凹成的 Annalama 8这样的一个日行计 躺倒的8的这个形状 就代表着我们品牌 采用的是黄水晶和黑色尖晶石 然后这样围绕而成 那它的链形上就跟这个手链都是同一系列的 我们采用的是黄水晶和黑色尖晶石间隔 所以远看也是有一种像星云一样 四段飞段一颗颗星星在天上的感觉 做一个statement piece在中间 包括链形整个都是很bling bling很闪亮 那这条项链远带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是能够突出带的 首饰的本人的一个美丽的 并不会抢夺你的光芒 我是觉得人嘛 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打扮 完全就是为了别人会怎么样去想自己 怎么样去看一自己 那我现在更注重自己精神上的感受 如果能感受到它其中的意义 并且能给予一些正向的能量给自己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 它就不单单是一件首饰这么简单 它这个链子也非常的精致 中间statement piece也体现一种手工的质感 整体又都是采用天然的宝石 就会觉得天人合一的那种 而不是带了一个大量的工业制造品的那种感觉 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耳环和这个项链是打算一套在一起的 当然官网也有这样一套的售卖 我们另外还做出了一款耳环 也是我很喜欢的 这样一对也是天然的一颗大的黄水晶 巴西黄水晶加上黑色尖金石 大家看这个耳环是不是戴上效果特别好 而且不是一个特别你感觉是需要一些隆重场合 穿一些隆重衣服 即使你穿黑T恤我试过 我也觉得没有违和 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宝石都在这个圆圈圈里 而且你正面看的时候 因为耳环就是会竖起来 就是没有那么多很复杂的感觉 但是远处一看又有一块黑色的很亮的天然宝石的结构 所以远处一看又很抓人 但是又整体是比较低调 然后你的脸如果侧过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里面有一颗大大的黄水晶 所以我每期都会出视频跟大家分享试带一下 我觉得是我们的独立站网站拍照可能很难体现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这款耳环是我们设计出来到制作出来最后我戴上会有一个层层惊喜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 项链的话配合这个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条 就是这一款八旗黄水晶和尖金石的 这个在我们的第一期里 Sunstone Moonstone就是太阳时和月亮时的时候有这款设计 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款包括我手上戴的这个手链都是一个系列的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我们的这个延长链上都是有金属的刻面的这个雕刻的形状 而且我们也是匹配项链的质感采用一些大小号不同的延长链 所以整体项链和手链它在细节上都是非常的有质感和精致 好那就是这一套的饰品搭配我们是这样一套设计出来的 但其实你单独戴一个这样的黑项链也是很日常 关键我很喜欢这个寓意就是黄水晶带来的寓意 年底我总希望有一些美好的愿望畅想 所以我们上一期出了流星许愿这个许愿系列 然后我们还会采用黄水晶 还会采用守护的黑色尖金石搞玛瑙这种 都是会有一种保护守护然后财富正能量的这样一些理念在里面 也是我个人对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个想法和诉求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套系列 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和感觉 另外我们今天也还是会搞一个活动 也是很感谢大家来捧场观看我们的视频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势给我们提出意见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如果现在您能关注我们的 AnnaLama8 Instagram的账号我们也会发一个福利抽奖帖 这次是送出五个小伙伴抽奖 也是一周之后 那我们会送面值25美金的代金券 但是大家如果要代金券消费的话 可能只能邮寄美国和加拿大 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Instagram去参加抽奖 另外我们的Gemstone首饰都是在尽我能力范围能够找到的成本可控的情况下 最高的材质和品质 比如说我们的金珠子都采用14k纯金 然后我们的一些金属的延长链配件都是最高等级的14k gold 是最厚的这种镀金技术 而且是都原产美国 所以正常来讲是完全不会掉色的 那这个其中大家如果比如说像手链有扯坏了或者它坏了 您马上跟我们联系 我们都会提供售后保障 给你几条新的过去 或者是如果带了一段时间需要维修 我们都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的购买 另外我们的官网也有我们的时尚顾问Lemma 就在官网右下角大家点开可以与它聊天 其实不单是问产品的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穿搭的idea 比如说我是什么肤色适合什么样的衣服 大家都可以去和它聊天 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手势能够有一些新的科技的理念的注入 带给大家更优更好的服务 那最后这个感恩节刚过完 然后马上就是圣诞节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那接下来我们很快会推出下一期适合新年主题的新品 也请大家期待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发布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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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